在88风灾发生这一年来 有很多的民间团体 进入灾区贡献自己的心力 像是有一群灾区报导者呢 他们就长期驻守当地 写出一篇又一篇详尽的报导 让外界更加了解灾区的真实状况 究竟这群人是谁呢 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又为什么会留了下来 我们发现他们本身 就是动人的灾区故事 一个人上山 一个人心酸 88风灾后 一群灾区报导者 守护每一块受难的大地 他们以文字抚慰灾民 他们以影像控诉悲情 在社会渐渐遗忘灾区之时 他们仍守在灾区 一个人上山 一个人心酸 88风灾重创南部灾区 面对灾后漫长的重建工作 曾经参与921地震灾后重建的冯小飞 寻找外界协助 创立莫拉克新闻网 透过网路报导来为灾区发生 我知道就是从921之后的这个经验 让我觉得说 这个一份媒体一定是非常重要 然后专门专注在 对这个灾后的这个事情的关注上 因为没有一个其他的媒体 可能专心做这个事情 是媒体界的朋友 大家就觉得说 我看不能再等了 应该要做一些事情了 所以大家就集资 先集资个一年的经费 来支持几位专心的记者 好好的到灾区里面去做事情 一群来自各方的网路新闻报导者 投身各个灾区 展开长期的驻地报导 也开创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验 车上试着早餐 灾区报导者郑纯毅 赶着下雨风路前 要进入桃园乡灾区采访 灾后一年 他从城市的上班族 投身灾区报导工作 负责桃园乡的重建进度 那时候刚好上一个工作结束之后 就在找新的工作这样 然后听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觉得还蛮值得试试看的 那就跟小飞联络啊 经过破碎的山区道路 整个灾区成为一个大工地 在交通不便下 采访工作还要兼讯息通报人 帮助回乡的部落居民 注意灾区状况 在途中 他来到秦河部落上方的烟色湖 查看水位状况 顺便告知居民 这个几个烟色湖其实是 他们一直以来固定都会有几个烟色湖 我听之前工程人说 大概四个在这边 然后每年其实台风 基本上都会形成 但是不会很大 那那一次巴巴是因为下雨特别大 所以才在这边预计 然后一次爆发才会 请他那边才会这么严重 所以他们今年担心的也就是这个烟色湖 这次上山 他想了解灾后一年 部落巴巴就业专案的执行情形 他来到桃园乡最深处的美山部落 拜访当地的居民 不用脱鞋子了啦 要啦 要脱啦 你现在没有爸爸领工的话 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 就在家带小孩 都在家 那之前 那爸爸之前呢 爸爸之前喔 爸爸之前我们也做农啊 像我们要去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路不好啊 摊房啊 那就没有办法去做 农路会 农路还是会摊 对啊 像我现在 工作内容啦 有小孩的话 当然是做村庄的比较好啊 做村庄的比较好 做村庄的扫地啦 嗯 还可以背小孩子去坐啊 嗯 也不可能说跑 还要跑那么远 灾后的美山部落 没有太多记者进来 居民看见郑纯义 急着带他去看部落后方 用坟地崩塌的情形 哦 只有一半了啦 这是他们以前的墓园 因为爸爸之后一直都没有 都没有亲历 对 所以他们现在是希望说 如果像爸爸林公这种 有一些人力什么 也许可以跟 就是了解村子的意见啊 然后让他们可以把人力 拿过来清理这边 那为什么会找你来看 因为因为觉得我在这边跑 对于灾区部落 郑纯义是一位值得信任的朋友 常常请他报导重建的问题 像路不同什么 他也宁愿体验走路上来呢 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开车进来呢 从把水灾过后 他第一次自己开车进来 所以我们有什么话 我们会说你愿意透过他 就来透过他来去 把我们的话说出去 这芋头是比较可以放的 对 这样芋头的价钱好吗 一开始当然会觉得你是外面 尤其是可能会说 记者是不是来挖我们 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 在营区的时候 当然记者可能都喜欢 抱一些我很感人 或者是比较那种 就是他们也会想说 我们已经受宅了 你是对 但是慢慢相处 慢慢相处当然会 有时候会觉得他们 可能有点把你当自己人的感觉吧 到了山下赶到乡公所 询问芭芭就业专案的内容 好像芭芭领工的清洗 是大概有哪一些工作 或哪一些单位提供工作 我们说目前的吗 对 目前是有老委会 所以他有愿民会提供的工作 然后各自有提供多少在桃园上 然后我也会他第一批竞用三十六个 三十六个 对 然后第二批的那个一百九十个 将近一年的时光 郑纯以一个人在灾区穿梭 帮助灾区发生 说起家人的担心 笑语之中 却是永泽令人心酸的感动 其实我其实也还是蛮久没有回家 爸妈会说 其实我一开始要接着工作的时候 他们都还蛮担心的 他们就一直都觉得说 往这边跑是 又是在一个未知 原住民部落 然后山上什么 是一个未知的环境 然后一个人开车 而且那时候刚拿到家账 没有多久 就是刚开车这样子 他们当然会担心 可是其实他们还是支持我 去做这件事情 灾区一年 开着家中支援的休旅车 行驶在险峻的山路中 郑纯以在灾区工作 也体会人生的新经验 我觉得是很浓缩的 很集中的看到很多事情 因为我算是生活的 还算是蛮平顺的一个环境 就是也没有特别有什么 然后你在这边 你是会真的看见说 弱势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不是真的一个 他们其实有 他们很好的文化 而且甚至是一个 可以尊敬的文化 但是因为他们不被主流了解 所以相对看起来 好像变成弱势 他们不是真正的不如什么 只是但他们的处境 就会让人家觉得变成了弱势 另一位莫拉克新闻网报导者 柯雅璇负责屏东 卢凯族与排湾族部落的灾区 他本身是部落居民 对于部落有着特别的感情 常常采访工作变成探望行程 关心部落居民的生活境况 两个月没有村长 没有 他是很三星吗 三星啊有 不叫中华 帮我们去叫 见一下场地 黄昏时刻 他前往马家乡 拜访部落头目 请教有关部落重建的事物 我是觉得部落的一些原来的东西 要把它活泼起来 我就不要再创造说 外面一堆资源什么市长 什么一堆 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没有意义 经过八八的这种现象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应该部落的组织里面要重新思维 每一个人的脚事要做什么 因为是部落居民 对于灾区重建 柯亚璇心里多了一份关心 在报导工作之外 总是想为族人多做一些事 在一场猎人学校的会议上 灾区报导者柯亚璇 摇身一变成为活动的统筹规划者 准备筹办一场大型的营队活动 协助部落青年在灾难之后 追寻身份认同 现在很多的学生 应该说就从我这个年代的学生 他们就是没得选择了 到了国小毕业以后 就得到学习三项念国中高中 那他们在这个脱离这个环境 这中间 他失去很多关于部落的东西 我开始慢慢去接触我的部落 然后学习关于 我是卢凯族这件事情 也真的是从我大学毕业以后 然后刚好那个机会是遇到了 那个猎人学校这个传统 我才开始慢慢去找回 我怎么成为原住民这件事情 柯亚璇学建筑 研究所毕业后 进入建筑事务所工作 参与猎人学校后 开始学习关心部落 在八八风灾后 他毅然辞掉工作 进入莫拉克新闻网 一方面从事采访报导 一方面帮助部落重建 那时候八八风灾发生的时候 我还在台北工作 然后就一直很想帮忙 可是心里也很不清楚说 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可是看到自己的部落 因为很久以前我就知道 好查的状况 在081上那个时候 然后后来又看到八八风灾 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自己是学建筑规划的 可是自己的部落发生这些事情 自己指不上力 那可是那个距离又很远 我看到的跟我所知道的 跟你实际在部落上面 有很大的落差 我觉得要要去弥补这个落差 就只有你回来去破除到那些议题 才会知道我该怎么做 才会找到我可能可以做的方式 这场重返灾区部落的营队活动 由猎人学校和原住民文化园区合办 成为灾后重要的文化推广活动 具有特别的意义 那其实我们想要直接带我们的孩子 去感受到那个大自然的力量 带来的这个反扑 那其实你让一个孩子 睡在一个毁灭的空间 我曾经带来大的灾难 那这是一个很好让孩子 能够亲力的感受 我们怎么变到了 很慌啊 很慌啊 五十多位来自台湾各地的高中生 进入灾区生活四天 学习部落文化事物 对于许多人这都是新鲜事 蓝色碎垫打开布下面 然后碎袋都放在上面 对于柯亚璇 深入部落重建事物 有时也会和讲求客观中立的报导者 产生心态上的冲突 真的对我来讲我觉得很难拿捏 因为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 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去写这件事情 你就会去考虑到平衡报导 客观不客观 或者是别人怎么去看 李烈的主角这种态度 可能别人写完 然后别人就离开了 可是我写完我还留在那边 然后去面对那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那个 就是要去拿难平衡那种东西 园区空间很大 到时候叫我们各自找员庇物 灾区的工作让柯亚璇离部落更近 猎人学校创办人Sakinu 以找寻回家之路 来形容他眼中的柯亚璇 我看到我的这个妹妹亚璇 从傻傻的到会感动 有一件东西枷锁在他的身上就是 他就是原住民 然后原住民受伤 伤痛 可以很快地穿越联系连结 其实对他来说 那种生命的受伤 可以共同地去承担 我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蚊子上 有感受到这一点 其实受伤了 其实我们都在回家 都在找一个家的那种感受 回家 当灾难让部落族人四处逃难 柯亚璇却在每一场活动中 每一篇报导里 寻找一条曾经遗失 却无法遗忘的回家之路 从正纯役到柯亚璇 莫拉克新闻网在灾后 培育出许多灾区报导人 将灾区现况报导出来 但是冯小飞有更大的心愿 希望这些深入现场的报导人 未来能成为社区重建的主力 就是一个灾难发生之后 很多的人都会用他的专业 进去协助灾民 那我觉得其实半媒体 它本身也是可以 是一种协助的方式 就是说大家利用自己 会写 会观察 然后还有就是在混乱当中 可以把事情搞清楚的 这种能力 把它应用在灾后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灾后一年 这群灾区报导者 以最克难 苦行的方式 成为守护灾区最坚实的力量 当人们渐渐遗忘灾区的重情 他们不断写出报导 唤起社会的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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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